人民舉紅牌 人民舉紅牌 反對王昌會 反對王昌會 人民舉紅牌 反對王昌會 因為我們拒絕反民主的黑箱談判 我們拒絕矮化主權的政治宣傳 我們拒絕模糊處理的空洞承諾 就是說人民是呼籲要盡速 來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 那在完成這個立法之前 福茂協議不應該審查 同時馬政府不應該再跟中國洽簽新的協議 但是馬政府卻仍然質疑要來舉行王昌會 而且要跟對岸談互設辦事處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拒絕王昌會的理由 第二個拒絕王昌會的理由 是我們拒絕矮化主權的政治宣傳 因為最近國台辦的官員范立欽說 台灣的前途要由全中國人民決定 這是矮化台灣的主權 第三關於大家所關心的互設辦事處的 涉及探視權的問題 我們從反對黨國會議員那邊得到的消息 中方打算在協議文字裡面模糊處理 再由他們單方的行政命令 按照他們自己的規定去處理 那這個是對台灣人民不利的 我們會在25號也就是 王昌會預定舉行的那一天 號召人民一起站出來 向陸委會 向大陸的官員 表達台灣人民的聲音 我們會在25號號召人民一起站出來 謝謝 要求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完成以前 應該終止相關的兩岸的相關的協議的簽署 以及談判跟協商 這是我們在走出立法院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立場的宣示 可是我們看到非常令人遺憾的是呢 不只在立法院 我們還在立法院裡面的時候 陸委會就還持續的 就兩岸互設辦事處這件事情 進行跟中方的密室的協商 在4月份我們退出來立法院以後 他們還持續進行相關的協商 直到今天 他們還希望能夠去進行這個王昌會 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還沒有立法 而互設辦事處這件事情 還有這麼多正義的狀況之下 他們就想要持續的去推動 這樣一個具有爭議性的 具有政治性質的協議的簽署 跟協商 我們要警告 我們要警告這個 已經嚴重的犯規 已經惡意的犯規 採線的王玉琦 張志軍 我們呼籲他 我們跟我們宣愛樂馬 然後立刻來終止王昌會 台灣人民在這個地方 正式的舉起後拍 在現在的這個 這個國際的這個規範裡面的 那個一個國家 都不會去想這種這種話 也就是說 日本人也不會說 說這個中國的前途由日本人決定 印度人也不會說 中國的前途由這個印度人來決定 歐盟也不會說 中國的前途由這個歐盟來決定 所以我想說這是一個基本的嘗試 那這樣的基本嘗試 可是呢 竟然注自於這個 中國的這個冠言口語 來說出這件事情的話 實在是非常可笑的 所以在這裡 我們不但是說嚴正的譴責 這樣子一個侵犯台灣人民的這個 主權自覺的這個權力以外 其實呢也是要來告訴這個 中國的官員 你們一定要有個國際的嘗試 不應該以後再口出這種狂言跟惡語 謝謝 為了 為了 為了每一組的計劃 臨時會要通過 福大選議 市政區 跟進度條例 立法院的警察遇得滿了 去法院出來了 為了是對你的開箱 為了 再次 又要 偷偷摸摸摸摸摸 進行政治談判 你們能不止橫臺嗎 又在這樣的一個 剛剛 鍾翔律師也講得很好 談兩岸戶設辦事處 如果是為了各種便利的話 我想都是可以談的 但是在今天這個 這麼一個奇特的一個時間點 在馬總統下令說 下令說 服貿一定要通過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張志軍卻來台灣 這絕對是一種政治上的一個恫嚇 而我們也要告訴 張志軍也要告訴這個 馬政府 所有的官員都要告訴他們 人民絕對不是被嚇大的 台灣人絕對不是被嚇大的 所以我們 為什麼要再一次在這邊 用這個紅牌行動 就是再一次展現我們的決心 我們出席這一場記者會 就是警告馬政府 我們每一天到外交部去 要你把開頭先言拿出來 給全世界來檢驗 為什麼你不拿出來 再不拿出來 人民一定要展現人民的力量 謝謝各位